根据美空军公开的消息,B-21是美军30多年来研发的第一款战略轰炸机,也是负责战役组织的进攻性隐形战略轰炸机。 主要任务是携带常规或核弹药,执行长距离精确攻击对方纵身战略目标,执行穿透式打击的任务。 与B-2的全方位展示不同,这次的节目是B-21只公开了正面视角,其他结构不得而知。 但很明显的是,B-21依然采用非意识布局,体积比B-2小,不过美空军对它的评价却比B-2高,称它是游戏规则改变者。 据称F-R2与F-35B-2只是非常低可探测性,而B-21是极低可探测性,也就是说B-21的隐身能力更好。 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当然对于诺斯多普古鲁曼公司来讲,那么在这个长期的飞翼隐身飞机的设计之中,它实际上在B-2也好在其他的一些型号上面积累的很多的经验,包括我们说表面上的一些萌皮啊, 甚至我们说是一些传统的关踏桑口会比B-2强一些。 另外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它是一个双轮的起落架,而不是B-2的那样的四轮的起落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B-21很有可能在尺寸上要比B-2要小,同时呢它的这个机身的设计啊,相对于B-2来讲你可以感觉到它更厚一些。 那么这种厚度的增加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判断是因为内部的这个弹仓的空间,那么为了容纳未来更大的一些弹药。 那么总的来讲呢,现在来看就是B-21虽然外形要比B-2小,但是我觉得它在战场上所能够承受的任务,那么肯有可能也要比B-2更广一些。 据美军公开的信息,B-21在隐形能力开放系统构架的使用,全与联合指挥和控制技术以及跨平台共享数据方面的进步,将使其成为第六代系统中的第一个。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空军乃至整个美军一直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分布式远程传感器网络和打击平台,他们可以传输和共享有关对手的大量数据。 而B-21可以完美地融入这个新的战略网络。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都是一个宣传,或者就是美军和美国国会一些人指责的所谓叫模型版,就是最后能不能够实现这些宣传中的能力,还是要看后续项目的发展。 B-21的公开信息非常的有限,人们也只能通过一点点的信息去分析它。 B-21预计在2023年首飞,2030年达到初步作战能力。 不过这次只是揭幕式,B-21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美空军长时间还要依靠现役的轰炸机。 那么目前美空军依赖的战略轰炸机都有哪些呢? 如果我们说美战略空军中资历最老的是B-52,速度最快的是B-1B,那么最先进也最昂贵的则是B-2轰炸机。 B-2轰炸机,代号幽灵,是当今世界上现役的唯一一型隐形战略轰炸机。 美国空军总共生产21架,2008年在关岛空军基地因为传感器故障,一架B-2坠毁。 B-2幽灵战略轰炸机,极长21米,一展52.4米,极高5.18米,最大起飞重量170吨,最大飞行速度马克数0.95,最大航程大约11000公里。 B-2的最大的特点呢,当然就是我们说隐身。 那么你想它的无论是从飞翼的设计,还是从它的正面和侧面的这个投影的尺寸也好,从它的投影的整个这个融合的设计来看。 那么B-2呢,应该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里面在B-21之前最重视,而且隐身性能最好的一款。 隐身是B-2的最大优势,虽然这架飞机的翼展接近半个足球场,但它的雷达反射界面积如天空中的一只飞鸟一样。 微不足道,之所以如此小,得益于它各方面的设计。 我们知道,飞机的发动机是最容易产生红外特征的区域,因此B-2除了将发动机深埋在机身内部,买最大限度减少红外线特征之外,还在发动机进气口做了优惑。 在进气口下方边界层设计了一个冷空气入口,由边界层分离板隔开。 从这里进入机身的冷空气,一方面通过机内的管路给机内零部件和机载设备降温。 另一方面,在喷气口处与热排气混合,从而降低排气温度,减少排气的红外辐射。 飞机的垂直尾翼是最大的雷达反射源之一,但飞机又不能没有它,因为它是控制飞机方向的部件。 而B-2轰炸机却没有垂尾,那么您知道B-2是如何实现转向的吗? 在B-2的飞翼结构上,除了尾喷口后的区域外,飞翼后缘不止有九块大型的操纵翼面。 设计师在飞翼的外段后缘,设计了被称为减速板方向舵的开裂式翼面。 这个翼面在同时开裂时,就可以作为减速板来使用。 而在不对称开裂的时候,就会造成左右翼的受力不平衡,从而起到方向舵的作用。 在正常飞行中,两侧的减速板方向舵都处于五度的张开位置,当需要进行控制时就立即可以起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B-2飞行减速板方向舵都是张开的原因。 但是张开的减速板方向舵会影响飞机的衍生效果。 所以B-2在抵达战区时,减速板方向舵会完全闭合。 我们说B-2呢,大家现在看到,其实一方面它的运营成本确实很高。 另外呢就是,它的升级改造能力应该来讲是比较低的。 这就导致了美军的现在的三个战略轰炸机平台,B-2反而是可能最早要被提出现役的。